高溫天氣之下,長者飯堂也換了夏日餐單 令老人家在高溫天都吃得更健康和舒心 剛節說說 上週十點多,荔灣區芳和花園社區長者飯堂已經準備好中午的飯菜 涼瓜蚊排骨,勤菜肉碎香乾 長者飯堂的餐單切換成夏日模式 菜色以時令瓜果為主,還會搭配一些清涼之陰的湯水 在夏天的時候,可能有些老人家胃口不太好 我們會因應這個情況幫他們做一些調整 容易消化,好入口,譬如蒸水蛋,魚,一些雞肉類的 芳和花園長者更多,長者飯堂每天都要準備幾百份餐吃 在高溫天氣下,長者下樓就更加不方便了 送餐的需求亦多了 志願者、軟民經常過來幫忙送餐 在樓下都很辛苦,雖然有電梯都過得比較困難 分工合作,一個人就送十多個餐 珍姨,可以幫人來 83歲的珍姨自己一個人住 軟民為他送餐已經有半年時間 他們兩個一見面就雞丁不斷 我沒有朋友的,是你們的志願者來幫我幫我聊天 幫我聊天 軟民送餐的對象都是低補殘障的長者 他每一次送餐都相當於一次家訪 在過程當中,可以了解到他們的生活所需 很喜歡人們跟他聊天,很開心的 就將聽到的意見反饋回社工站 好像他們有些人需要殘障輔助工具 社工站就盡量解決問題 廣州岸照中心城區10-15分鐘外圍城區 20-25分鐘的距離半徑布局長者飯堂的位置 目前全市已經建成超過1000個 對於一些行動不便的長者 如果有送餐上門的需求 可以向所在的社區居委會申請 廣州電視記者剛才報導